hello大家好,我是波的轨迹大学系,好久不见了 这次呢,我们拿到了一个正在众筹的游戏,流浪之歌 这是一个美式类地城冒险的游戏 今天呢,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评测 由于这个游戏还在众筹 所以我们拿到的是一个纯英文版的 它来了之后,我第一反应是no,拒绝,我不要 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代代这两个英芒 对于这种纯英文流戏 就算有这个人给咱的翻译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难啃的 不过当我打开这个盒子的一瞬间 我就爱了那种爱了爱的感觉,特别的熟悉 为什么呢,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熟悉感 熟悉的画风,这种带技能插槽的人物卡 还有各种各样一塌又一塌的卡片,真的是让我十分的心动 就忍不住那种想要探究的欲望 对照着翻译啃完一遍之后,这个故事给我的感官十分不错 它讲的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在一个戴着白手套的人的指引下登上了一趟火车 在这个火车上拯救他人,也拯救自己的故事 游戏的大致玩法不难,剧本大概有20多个 每一次要面对一个不同的幽灵,他寻他背后的故事 或者是让他回复离智,最后变回一个正常人 怎么玩呢?首先按照他这个剧本书进行场景设置 之后玩家开始行动啊,每个玩家有三个这样子的硬币 可以把它分配到你的这个人物角色或者是技能卡物品上 你可以每一个分一个来执行更多的行动 你也可以选择把它多个分配到一个地方 之后去加强这次的行动 那玩家的目的一般在剧本开始就有写 一般是去解决车上的幽灵 让他们回复离智变得正常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令我惊讶的地方 他里边有个行动,叫做一记老拳 A到幽灵的脸上,让他回复离智 人格修正拳,没毛病 对对对对 那玩家结束了之后呢,就到了这个幽灵的行动了 这游戏有一个盲抽袋 幽灵要从这个盲抽袋中抽出一个片 根据这个片上画的东西啊 在剧本中找这个幽灵对应的行动 并且呢,幽灵还有两套行动模式 一个是他开心的时候 一个是他的哭脏的时候 两个不同的模式到达一定条件就会切换 有没有一种打boss的感觉 变形态了 对对对,没错啊 幽灵行动之后呢,再一次回到玩家的行动 反复交替,直到游戏目标达成 或者是玩家死光失败 除了你日常的行动呢 这个游戏剧本中啊,还有可以触发的事件 好比说啊,走到这个车厢的这一格 你就能触发事件六 又好比说啊,这个轮次推到这个第三轮次啊 也可以触发事件三啊 像这样的事件啊,不胜没熟 每个剧本都有,触发条件不一样 有的甚至是扔到盲抽袋里 要你抽出来才可以 除了这个呢 还有一些你可以执行的仪式 去跟幽灵的沟通仪式 或者是解救幽灵的仪式 达成条件 完了翻到背面啊,得到它的效果 一般来说都是治愈幽灵 或者给你一些小东西 每一次游戏结束后呢 不论胜败都会有一段专属的剧情 之后进入安营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呢 玩家可以购买装备啊 休息 或者是购买技能 去加强你自己的人物 之后再经过一个短暂的事件 我们的列车就会开始行驶 行至下一个剧情了 学会了这个游戏之后呢 我就迫不及待的找小伙伴 来到店里试玩了一下 之后呢 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接下来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简单的评价一下 首先是这个游戏的美术性 看一看这个游戏的画风 看一看这个角色的比出 是不是十分的熟悉 没错 他就是我们最近经常打的茶杯头 其实不止茶杯头 还有很多 事实上呢 这个画风来自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有时候动画刚起步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动画呢 一开始啊 表情十分的僵硬啊 动作也有一些不协调 直到 Flasher工作室啊 使用这种扭曲夸张的这个动作啊 还有表情 之后让屏幕中的这个人物不断连贯的动 你就会看到一些敦敦起起的小人啊 再重复同一个动作 完了让这个画面变得生动玩有趣啊 动画才彻底火了起来啊 简直可以说火遍全球 这个熟悉的画风呢 就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 再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角色啊 像是米老鼠啊 糖老鸭啊 大理水手啊 这一些的啊 可以称得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 我是不是有点暴露年龄了 翻过去啊 翻过去 而这个美式游戏的剧情呢 选用的是碎片化叙事的风格 它把大量的细节留在了各种各样的背景 或者是事件之中 让你去逐一的去调查 像大多数的这种恐怖类型游戏一样啊 它不可能像你平铺直去啊 这个幽灵什么时候死的 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它有什么样的怨恨 你怎么去解救它啊 你觉得可能吗 这好歹来说也是一个恐怖风格的游戏啊 所以它把这个叙事拆成了碎片化 放到了不同的地方 在这种错乱的闪回啊 偶尔突然掉出来的物品之中啊 你可以慢慢的找寻这个幽灵背后的 总的来说呢 这个游戏一点偏向带悲剧色彩的这个剧情 之后再配上这个上一个世纪复古动画的风格 不仅让人会心一笑啊 也让人忍不住探索和思考 第二个呢 是这个游戏的创新性 虽然英文比较难啃 但是事实上我们学习这个规则书的时候啊 并不是特别的困难 这个游戏的大多数的机制啊 在过去的游戏中我们都见过 所以减少了我和带带不少的学习成本 我呢我就挑一些比较亮点的来说吧 首先是第一个 玩家在和幽灵的战斗的过程中啊 会不断的损失理智 如果你这个理智损失没了啊 那你就死了 嗯 死卡 如果你这个理智掉光了啊 你就归息了 嗯 没错 你没有听错啊 就是归息了 你这个游戏 这个在游戏中叫做西行 你这个人物呢 会从正面啊 翻到背面啊 你在这个特殊的列车上啊 也变成了一个幽灵 你也可以被你的玩家治疗啊 当这个理智回满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重新翻回正面 那西行形态下呢 你啊 和正常形态下啊 有另一套技能 还有另一套这个数值 供大家使用 等于说你这个角色 虽然被打死了 但是啊 你仍化作幽灵 在这个场上帮助你的伙伴 除非全队人 都变成了这个幽灵 西行形态 游戏失败 否则你还是有机会救回来的 第二个亮点呢 就是圆汤化圆石 解灵还需细灵人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 你不是和幽灵在战斗吗 幽灵有的时候 会给你上一些debuff 比如说瑟瑟发抖啊 或者是惊恐惊惧 这样子的负面效果 那么如何解决呢 这不是控制幽灵行动的盲抽袋吗 幽灵从里面抽 抽片决定他如何行动 而玩家呢 也可以在场上进行搜索 看能不能找一些有趣的小东西 其操作就是从盲抽袋中抽 如果你抽出来了对应的东西 好比第一个剧本之中 有一个状态 就需要铁钉来进行解决 这种玩家和敌人啊 共用一个盲抽袋的行为 是我之前在其他游戏中并没有见到的 第三个亮点呢 就是这个安营阶段 不管输赢 你都可以在这个安营阶段 花费正道的硬币 去购买新的技能 或者是修复自己的物品 这让你的人物角色就有了成长性 根据你选的这个技能不同 你在打这个本的时候啊 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 那综上所述呢 这个游戏是一个玩法十分稳健 而且细节上颇具亮点的一个游戏 那第三个呢 是这个游戏的上手难度 怎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机制 在之前的游戏中都见过啊 所以其实上手来说并不难 对于我们来说啊 难的事实上是硬啃那些 不太熟悉的英文所造成的啊 我相信到时候大家如果拿到中文版的话 学习起来一定不会那么困难啊 这一块我就稍稍来吐槽一下 这个游戏中的这个英文描述啊 它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呢 就是就是就是大家不是一般打boss吗啊 这个boss掉多少血掉多少血啊 掉了一管掉了两管啊 这个游戏不是啊 这个游戏呢是让boss回去 这个幽灵回满了之后啊 他就会崩溃啊 崩溃最后化成一个正常人的模样 总之这个游戏啊 上手难度不高细节不少 也比较适合一老带多新的这种桌游局 最后呢就是这个游戏的重开性 作为一个碎片化叙事的游戏 一周目通关啊 你肯定不用怕看到所有的结局或者内容 对不对 所以有兴趣或者经历的同学啊 可以尝试去二刷三刷啊 把这个游戏熟能生巧啊 去打过它 而且这个游戏一共有六个人物啊 玩家是二到四人 所以呢 最多一次你都是四个人物进场啊 你可以重开时候反复尝试别的人物 去得到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它这个里边人物之间的配合 还是有一些意思的 当然啊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啊 去二刷三刷 那这个二十多个剧本 也够你玩不短的时间了 在我们游玩的时候啊 我们感觉它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交互有点少 现场热泪也不够气氛 现场的气氛也不够热烈 于是我选择 主动退出了这个玩家的角色 转而变成了一位主持人 老本行是吧 啊 对对对 啊 也就成为了一个KP啊 那我就选择把这个剧本书拿到自己的手里 之后 按照东西全部设置好 不给玩家看啊 我来当这个NPC 当这个幽灵 本来是玩家动一下 操作一下幽灵 现在这个幽灵归我来操作 我不告诉玩家这个剧本中 幽灵的行动模式 本身这个两种形态 一共十个行动都是公开的 我不 我来抽 抽出什么之后啊 我不描述这个剧本上的这个啊 你走两格啊 打六格以外的一个人啊 不这样描述啊 一个蜡烛 哎 好 那这个幽灵呢 首先向崩溃边缘 轻轻移动了两步 那就算了 好 那 作为离他比较近的你呢 啊 在他向前走的时候啊 轻轻的 不小心的 看到了他的正脸 啊 你被他可怕而恐怖的样子啊 吓了一跳 他的这个正脸 好像还是背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怪物叫不要回头 这种在朗读剧情的时候 带上一些感情 在处理事件的时候 加上一些描述的这种感觉啊 就让现场的气氛啊 比原来欢快了很多 玩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啊 因为他们要猜 这个技能 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boss到底有没有切换行动模式啊 他们之间的交互变多了 而且他们就是本来是一个对抗规则的这种感觉啊 变成了一个跟我一个人 就是一对多的这种不平等对抗啊 让他们更有那种合作游戏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就不禁在想啊 如果给这个控制幽灵的KP更多的自由度啊 他不是从盲抽袋里抽 而是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个一个挑 那会不会让这个游戏变得更有挑战性呢 有兴趣的同学啊 可以在拿到游戏之后自己尝试一下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留言啊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游戏变体规则啊 我们这样村真的好吗 好那最后呢 这个流浪之歌作为一个玩法稳健 又设计上别出心裁的美式游戏 对我来说感官十分不错 优秀的美术风格和合作的快乐 让我欲罢不能 那这个游戏啊 在磨点众筹 虽然没结束 但是已经成功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凑一个热闹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那么不妨来个一键三连 让我们把桌游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白了个白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